今天让我媳妇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基本上已经一个完成的小作风 当然了还在慢慢修饰中 这些都是我自己安的 整个的一片 从外部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从外部就这样的 这都拦上了 我媳妇弄得还挺温馨的 脚指尖手指尖 然后这边还可以按个摸 这是什么 它给大家翻译 谷歌翻译它不是那么顺 按照咱们中文对习惯读法就不对 你知道吗 语法是错误吗 我就这么读吧 如今经过了长度搬家 心里不断地想 我怎样才能继续生活 怎样才能避免在一国他乡的崩溃 我们很早就明白了 我们需要继续前进 我们希望所有的孩子们 能够生活在和平与安全之中 太阳之心 因为我的名字姓孙嘛 孙英语中是散 散就是太阳的意思嘛 太阳之心 但是热烈欢迎来到我们这个小沙龙 美好的未来 充满了温度 和摩托 很不错很有意义 非常有意义 对 让我媳妇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小小床 但是 这里有些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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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手的 这是23年 这是23年 1月份 2013年 这是他那个学的那个按摩嘛 技师 因为他有医学症 有些闭门 你也有些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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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就这么着 这里有些闭门 就算开张了 地儿肯定很小 这个是不能否认的 但是呢 小归小 但是比较温馨 我老不练的 用了很多的心在里面 在这儿呢 可以说呢 先试试水 因为我们没有经验 任何经验都没有 这个行业 对于我们来讲 是太陌生了 而且又是在一个新的步路 语言不懂什么都不懂 就是大家明白了吧 先学一学习 技术差不多了 到时候咱们再下一步 这个就等于是给她 算是搞了个事情 因为下一步呢 我要让她辞职 太累了 妈妈和维莎 已经死了 我们一起装了 鞋子 然后我们自己留下 我们自己坐在这里 明白了 就是那儿比较暖和 因为有时候我不在嘛 她下了班 接他们过来 然后到对边来 他们在那边睡会儿觉 待一会儿 然后她帮人家做一些事情 既然有自己的事情 既然有自己的事情 就让她在这边 能挣点试点 至起买富有 不就那么累 在那边一个好处就是自由 第二呢就是 多能陪陪孩子们 相对来讲放松一些 就是这样 大家说我们会不会成功 谢谢你们 感谢大家 我会不会的计划 不想拍摄 会员 不想拍摄 还是不想拍摄 不想拍摄 我会在这儿 在那儿 我们已经知道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 为何咱们走在那儿 我们要回来 请不吝点 谢谢 谢谢 老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